亲爱的 为啥我用不了你的信用卡了呢 刚才和闺蜜逛街购物 准备结账时 却发现没钱付款 这是怎么回事呀 老婆 我忘了告诉你 我一把信用卡停用了 重新办了一张新的 什么 为啥突然停掉呢 也没提前跟我说一声 哎 害我刚才付款时 好尴尬呀 那我现在去找你 把新办的信用卡给我吧 不行 老婆 我要告诉你 以后我的信用卡和工资我自己保管 你管好自己的工资就行 你为何这么做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如果真的这样 你可以告诉我呀 何必这样做 让我在别人面前丢脸呢 你真的不知道为啥吗 那我提醒你 两个礼拜前我出差时 家里发生的事你忘了吧 你是指 婆婆拖地不小心扭到脚的是吗 你不会怪我当时没带婆婆去医院检查吧 但那时我看婆婆没什么大碍 只是扭到脚看起来不严重 就让她在家里擦擦药酒就好了 当时婆婆也没说什么 那就说明不严重嘛 你还好意思提这事 妈年纪都这么大了 身体恢复能力肯定和我们不能比 我千叮零万嘱咐 让你带她去医院检查下 可你却把她自己扔在家里出去玩 你出门一两个小时后 她脚踝痛得不行 然后我妈给你打电话 你居然没接 还好小姑送我妈去医院 小姑告诉我前因后果 还批评了我一顿 说娶的媳妇怎么能这样做 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 这事也不能全怪我 我当时手机没电 无法接听婆婆的电话 现在婆婆平安无事 那何必纠结于是否送她去医院呢 关键是 这件事和暂停银行卡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如果不是这件事 我可能还没发现卡里为何只剩下一千块 当时是小姑先垫付了三千块的费用 所以我想把钱转给她 然而 当我输入密码时 竟然显示余额不足 我真的想问问你 我的工资是一万两千 你的工资还有三千 我每个月留两千生活费 剩下的一万都存到卡里 你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卡里只剩下一千了 这个问题还需要解释吗 我们家的开销很大 方方面面都需要花钱 所以很难节省出来啊 我买什么都要算计着花 家里现在没有负债就不错了 你说你很会节省 我看是一派胡言 我觉得我们家庭的支出 应该没有你说的那么多 你想要打扮得漂亮 买些包包 衣服和化妆品 我没有意见 但依我看 你把家里的大部分钱 都补贴给了你娘家 我这样消费有什么不对吗 我打扮得体 让你带我出去的时候 更有面子 给我父母一些钱 孝敬他们 这也是应该的 这些都是为了让你在 亲朋好友面前有面子 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吧 我生气的是 你孝敬你父母的次数 也太多了吧 你给他们一出手 就是成千上万 买什么东西 都往你娘家办 你给我父母买过什么吗 你未免也太偏心了 所以我决定 我的工资我来管理 你的工资想怎么花 我都没意见 家庭开销也由我来负责 你需要钱的时候告诉我 我会根据情况 来决定给不给 你怎么能这样呢 就我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够花 现在什么都贵 什么都得花钱 你忘了我们结婚时的誓言吗 你说要把财政大权交给我 现在你要反悔吗 我失望的是 你管理了三年多的钱 存款却只剩下一千元 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怕咱家真要负债累累了 我不同意你这么做 你必须继续把财政大权交给我 我保证 除了必要的开销 我会好好存钱的 我的工资也不够花 我也要孝敬我父母 这样的生活我无法接受 如果你不给我管理 我会觉得你不爱我 我就要考虑 是否要继续这段婚姻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这样无理取闹 那我只能顺从你的意愿 如果你真的想离婚 那我就答应你 好了 我不多说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权衡一下利比 然而在经历了 无数次的争吵后 这对夫妇最终 还是选择了离婚